昨天第四章 剛開始講就凝固被迫中斷 當爸爸都有這個經驗 小朋友睡不著才哭鬧 所以我是打算今天從頭再講一次第四章 但是我要想要做一個小修正 就是我想假設 我想假設應該說我錄這一系列的影片主要目的是 應該說我的target audience 目標讀者、目標聽眾、觀眾是 他已經會寫程式了 他也知道Golan的基礎 然後他之前可能也寫過webserver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後大家想要知道怎麼用Golan來 所以如果你之前碰過做過網站的話 那這個Database的概念應該都有 所以就這樣定位吧 就是最初階的就是中階的 就是要想要往中階邁進的這個 這個作為目標、觀眾 那第四章就是要把Database加進去 我先把網站啟動起來 然後再帶 再把 再把 大概4000pall 好我們昨天就有提到說 基本概念 就是為什麼要Database 就是這些都是 這些資料都是存在Database 這樣才不會說這層次一貫就不見了 他這邊選用的是MySQL MySQL的安裝我就不講 他有給一個 無鍵 他有給一個無鍵 然後他在這邊做了幾個操作 先把MySQL裝起來 然後開了一個Database 給這個server用 叫Snipebox 接著他create一個table 專門用來存這個 這樣的table 你可以想像他的欄位就需要Title 什麼時間點 Title Content 和文章的內容 什麼時候create 什麼時候expire 這邊 這個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好講 那 Title跟Content的差別 就是這個 Content內容比較長 Title要限定是100個字 字元 內容 Title Title開好以後 他塞了四筆資料 三筆資料 就是這邊看到default一開始的三篇誤詐 然後他 VAuser 看一下 這個也是使用DB的一個基本嘗試 就是一般一開始DB狀法的時候都是用 Root這樣的全線最高的使用者在操作 實際上在開發的時候 不建議用這樣的使用 這樣的全線 不建議用Root來開發 所以他幫 這個MySQL加了一個使用者 之後都會用這個使用者操作 這部分的語法 你在確定是不是買Sequel專屬 因為我工作上主要是用Postgres Postgres Postgres 別的語法 他這邊就用 WAVE這個使用者登入 然後操作Snipebox這個資料庫 測試一下可以選擇 可以把Snipebox這個table的內容列出來 為什麼要drop掉 他只是在demo說 database怎麼操作 那看一下 後續他應該會 再看一下 他這三個文章是 應該是一開始就有 然後golan 他提供了操作database的 基本的套件 請看畫面右邊這邊 操作database在golan 他會提供一個一般性的介面 就放在database slash sql裡面 但是像我們這個 實際上的dbu 如果是買Sequel的話 就要另外 另外使用一個package 在這裡 那使用go.get就安裝這個套件 那使用go.get就安裝這個套件 這是一個 在這裡 在這裡 require 在這裡 require Drivers在這裡 在什麼地方用到 對 require 來建置 我們來看書中 代表我們怎麼啟動 這部分的code雖然寫好 但之前用蠻快的速度走過這一本書 這次目的是要來複習一下 那go.ren 安裝package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像他這裡用 go.get 他就直接安裝 然後另外一種是在寫code的時候 先在上面import import import 這裡先寫好 然後code裡面要用這個套件 不捨 應該是用站 ok 他沒有用到這個套件的內容 但他 他用這個底線這個方式 因為這個套件裡面應該有一些 有一些 function要被叫到 這個底線可以叫到 那個那個方圈 那個方圈 有點像 看一下 確實 可能不是這個 這個 我猜這個底線應該是這個會導致裡面的 套件裡面的init被叫到 好,這邊它跟database寫線sql這個套截 就是官方的database的介面 註冊的一個MySQL這樣的driver 所以最主要應該是為了要執行這一行 所以我們在import的時候打了這一行之後 然後在comment這邊 做一個goModeTid 這個動作,它就會幫你檢查說有什麼套件是你sauce code有用到 但是實際上在goMode 就是goLem還沒安裝 就會幫你安裝 這個是兩個安裝外部套件的方法 一個是goGate,一個是在sauce code裡面寫完 用goModeTid 好,然後它這邊有提醒,如果你要 安裝最新版本的話就goGate然後就這樣這個路徑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是選擇B1這個版本 我到目前為止的經驗是都選擇最新版本 不過有的時候它新版本跟 跟舊版不相容 應該說套用新版本會 會讓我們程式出問題的時候,那時候就要指定 一個版本去安裝 然後這邊可以順帶一提就是 goLem套件用的 版本名稱就是所謂的semantic version 那第一個數字叫major,第二個叫minor,第三個叫patch major這個最重要 如果從1.xx版進到2.xx版的話 通常都是指 不相容 不相容的 變更新了 所以需要大,最major這個要進版 然後其他這兩個都應該要維持相容性 也就是說我如果用1.00版的話 那後面一直更新到1.xx,1.99版 都應該要能夠繼續使用 一直要到2.xx版 這個大進版的時候我才會 才會不向前相容 那這個如果我們自己有 再開發 第三方套件的話 版本名稱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是goLem大家共用的語法 所以最好follow這個 這個遊戲規則 人家比較好看懂的 號碼 OK,他這邊再提到說如果我們安裝了新的套件就可以打開go.mod go.module這個檔案看到 這邊有一行說require這個第三方套件的版本是什麼 介紹一下go.sum 介紹一下go.sum go.sum應該就是 下載下來的 檔案的一個check song check song如果沒變他就會用舊的 舊的 下載下來的內容 不過這邊你可以提醒一下一般在放go.lan的 sauce code 上輸他說require的時候這兩個檔案都會放上去 這裡有時候可以用go.module verify 然後去檢查什麼呢 然後去檢查什麼呢 check song 我的download package on your machine to match the entry 喔 喔 所以這是一個安全機制 go.sum是一個安全機制 就是如果下載下來的檔案呢 被人家偷偷竄改的話 那這個go.module verify 那可以幫我們檢查出來 下載下來的檔案內容被篡改的話 因為他這個sum 是應該是跟網路上 的check song 的 去網路上抓到的check song 那是跟go.sum 是跟go.sum裡面的去比對 可是那 有沒有可能兩邊都同時被改 OK那如果別的人 這點剛剛提的問題我沒有答案 兩邊改是有機會讓我 就是讓我沒有察覺到做local的版本已經被改掉了 如果另外一個人 下載的 repressory 然後他也做 他可以做一個go.module download 那他下載下來的 內容會去跟 我們 放上去的這個go.sum裡面的check song 如果我們local端的 內容 跟go.sum的check song 同時被改 以至於我們這邊偵測不到 被改掉的話 那另外一個 下載 在做go.module download的時候他就會偵測到 因為他這一次的 download是從 官網 下載下來的 還沒被改過的正確的版本 他會跟我們go.sum裡面的check song 比對不起來 然後套件是可以update的 go.get-u 他可以 放我們update upgrade 升級到 套件的更新的版本 或者直接指定一個版本去更新 然後 go.mod.td 這個我剛剛有用到 他可以幫我們 做兩件事 一個是看有什麼套件 程式碼 程式碼沒有用到 但還沒下載 他會幫我們下載 然後另一個 td就是 另一個他會幫我們看說 有什麼 套件有之前有下載 可是現在的saucecode 沒用到 他幫我們 remove掉 那這個 再多講一下 這個go.mod.go.mod.就是go.module module這個概念 在 去年還是前年才正式全面啓用 go.module管理的機制 我覺得是我用過的程式語言裡面最好 到目前為止 發現 就 不太會出現說有 報件多餘下載 是沒有安裝到的 情況 然後再搭配上之前我提的這個 Golain他用 Bolder當作是 Package 也就是說你檔案放不同的Bolder 他就是分屬不同的Package Package加上Marjo這個概念 可以把 整個 Golain程式的 套件跟架構 套件跟檔案 管理得非常好 也比較不會發生那種 烏額檔案或者是烏額套件下載下來然後沒有再用 或者有一些相關性Dependent你程式滿面用到什麼套件可是實際上卻 Link不到那些狀況 我自己是很少遇到 好啦接下來進到4.3章 Carnation Pool的概念要來了 好那他這邊的連接方式是用 Pickle.open 我是把它包在一個open.db的方式裡面 然後他這邊第1個參數是說你要 開的 資料庫是用什麼driver 因為我們上面有跑過這一行的關係所以 Sql他認得買cql這一個driver 後面是 Data Source Map DSN 內容應該就像他這樣子 他會給一個 用來操作 Snipebox這個db的 使用者 跟他的密碼 然後後面是 斜線Snipebox 就是我要操作Snipebox這個資料庫 斜線以前沒有帶任何資料應該就是 用local localhost 的 Sql Default的port 下去 連接db 看一下我這邊是用這個吧 這邊有個小細節就是 VSCode你點了一個 方形也好 變數名稱也好 他在右邊這個 scodebar上面就會出現 這個檔案有用到這個名稱的地方 db在這裡有用到 這裡我帶的紙 是這樣子 模樣 FastTime True 就是這樣 convert seql time and date year to all 的go name 什麼時間點會做這個轉換 不知道寫下去還是讀出來的時候 因為 Sequel Time and Date 以字串來說應該會有一種 也會有一個 規定的格式 然後GoLang的Time也會有一個 一種字串表示的格式 看起來會自動幫我們做這個轉換 意思應該就是不管寫入或讀出來的時候都會做這個轉換 寫入的時候當然我寫進去的是 GoLang的Time 然後進到Database實際上的內容應該會是用 Sequel 格式的字串再存 讀出來的時候它會轉換成GoLang的Time 推測是這樣 OK然後它這邊有提醒 就是 Data source name DSN這個變數 它的格式 每個資料庫會稍有不同 所以要看 資料庫的 這個 文件 才知道這個 Data source name 要怎麼 定義 開始提 Connection Pool Data source name 對那它 這邊的意思是說當我們呼叫了 SQL.open 的時候這個db實際上就是一個Connection Pool 它說這個db本身不是一個Connection 它是一個Connection Tool of manyConnection Tool of manyConnection 有必要的時候它就會幫我們 As needed 就是Go會負責幫我們決定什麼時候要 弄一個新的 連一個新的Connection 自動打開跟關閉 Connection 就是 你可以開不同的GoRoutine 去連同時同步去連 Db點什麼 叫這個Db點什麼是沒關係的 那我想起來我之前有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如果 某一個Db點什麼它會花比較長的時間去做事情 然後你要同時互叫大量的Db點什麼 那它確實有可能會遇到一個錯誤就是說Connection Pool耗盡 它通常是發生在 忘記 那它這邊提醒這個 SQL.open 就是我們不用自己開關關這個SQL Go.open SQL.close 這個SQL.open就整個層次起來的時候 跑一次就可以了 然後實際上跟底層 真正的Db的連線 就交給 GoRain 這個 套件去 去做管理 要被SQL 實際上的Code就是它就 是open 然後看有錯誤 有錯誤就離開了 然後在main.go結束的時候做一個Db close 可以跟Db有關的Code 可以跟Db有關的Code Db喔 這個實驗部叫這個方權 那它會多做一件事情就是這個PIN 確認一下這個 資料簿真的有沒有連上 能夠連得上 OK 那到這邊都是基本的 基本資料簿的 setup 初始化的流程 OK然後它這邊有稍微提一下說 這個defer Db.close defer 的意思是說會在這個目前的scope結束 之前 呼叫這個defer 寫過C++的一定很清楚這個就是 Destructor的角色 作者在這邊提 有講說 像這種open的東西最好都能夠 defer close 就是你離開這個scope的時候就要close掉 雖然實際上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的defer應該不會被叫到 因為我們這裡是main main function 那main function一旦執行到 Listen and Serve這一行就在裡面不會出來 那它唯一要出來的時候就是出事情 就會從這個 出來後就有error 就會把這個faito 直接到faito 然後faito一直行完它就會立刻關掉 你可以去看faito裡面 寫下log然後就點exit OS.exit 這邊程式就會直接被收掉 defer應該沒有機會被叫到 但是因為 雖然實際上不會被叫到但是 寫code的流程 習慣來說 這是一個好習慣 該defer close 所以還是要這樣做 那這邊有刻意把那個密碼拿掉 那這時候連線的時候會被拒絕 那資料互聯上之後就開始要 寫資料進去了 那寫資料進去的時候我們會 我們會見所謂的 model data model 寫程式有很多數 像那個model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 就描述說你要到底要寫什麼資料 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雕刻家在雕塑的一個作品 model就是 去把那個 我們想寫進去的資料雕刻出來 那他這邊 做了一件事情 他希望 把 他希望把 database的細節 藏起來 不要 讓 不要剝落出太多實作細節 包括他是用 seql 去 seql這個資料簿去寫 都希望把它藏起來 那他怎麼做 他 把這些 存取資料的code 拉到另外一個package 我們現在的package是在 cnd web底下 main.go servor的主體主要package在這裡 那這裡的package是main main這個package 他把資料庫相關的 資料模型 data model放到package model底下 那這邊他就建了一個snipe .go 這個models.go 可以資料模型放在這裡 然後真正實際上下去寫 寫的話他是放在models底下再開一個myseql models就是 資料的 我開代理 models是資料 用go類的形式表現出來 通常都是用structure的形式來表現 我要存這些資料 那實際上怎麼存呢 他在models下要開了一個myseql的 package 在這裡 寫 做 crud 然後 他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就是 我們的程式呢就認這個 data model就好 實際上他可以用myseql寫 他將來也可以改成用比如說postgres來寫 對於 程式端來說都 一樣 他只要認models裡面這個結構就可以 這邊特別要強調的是這一點 那 我覺得做這一件事情 就是把data model切出來 然後再把實作再切出來 這兩件事情就是一個 比較初階的 或者是比較 比較沒有經驗的工程師跟稍微有經驗工程師的差別 因為 就這個小小的程式來說你要把models裡面這個結構定義在man.co 裡面也都ok 都沒有問題都可以 好 但是隨著狀態越來越大 你不把 資料跟邏輯切清楚的話 他那個 這一塊 就會越來越複雜 他是在 他這個當然是一個示範 他程式本身現在是很小 但是他只要有資料他就是 切開來到這個models這個package底下 那 隨著程式發展越來越多我們會有越來越多這種 把 資料或邏輯從main package拉出來的情況所以他把 這些 package都集中在pkg這個folder底下 那對於我們程式 來說最上層看到就是這幾個 這個db是應該是我自己加的 這個有空 這個應該稍等一下應該會帶到 否則就程式的邏輯來說他現在就是 Cmd package package這個folder跟 UI這三個folder UI就是負責 頁面的呈現的資料 所以我說錯了程式 這邊也沒有程式 這裡面是 UI相關的 一個檔案 程式邏輯主要分散在cmd跟pkg這兩個folder底下 OK 他這邊這樣 分的一個邏輯就是說 pkg底下就是跟 跟應用程式本身的邏輯 關的 就會把它拉到pkg底下 OK 雖然我們現在在寫的是webserver 但是呢他有講到說這個資料模型 之後也有可能可以給另外一個程式來用 這邊所謂另外一個程式可能是這一個 專案的 另外一個 程式 比如說comment line comment line他我們可以寫一個comment line的程式去 說列出所有的 資料庫裏面的內容 好 那 那個時候 那個 可能在cnd底下就會有另外一個 所謂cconsole 這樣子的package 那個package也可以來用 pkgmodels底下的 的邏輯 或者的資料模型 那他先定義這個models底下的models.go 你要存取的資料 先用goland structure 這樣的形式把它定義出來 那可以看到這些欄位其實都對應到剛剛那個 database create的那些欄位 然後他還定義了一個 錯誤 原本 MySQL 有提供 找不到 欄 找不到資料 的時候的錯誤 但是他為了 不曝露出說我們實際上資料不是用MySQL存的 他在這裡定義了一個自己的 arrow No record CMD CMD web這邊 如果要判斷說這一次去搜尋 去比如說crudr 讀取的結果如果是沒資料 他就用這個 arrowNo record 去讀對 OK 好然後他接下來定義完Data model他就進到 MySQL 他就在 到models底下的MySQL 去建一個snippets.go 那這個檔案就專門用來 處理 snippets的crud 新增資料 讀取資料 這個也是讀取資料 讀最新的一筆資料 然後update跟delete還沒有寫進去 還沒有做 好 這一行他為什麼註解這麼長 因為 因為這一行可能會是從其他 城市語言的背景來的人 比較不適應的 明明 我們要 用的 go model就是在我的這個路徑的上一層 其他的城市語言通常都會這樣寫 然後impot的東西就在我上一層 就這樣 就好了 但是 goLate的套件管理 不開放這種用法 因為這種用法就是寫死說 有些套件是在local 就是在local這個structure的上一個部分 有些呢 他就 這支官方套件不好說 有些比如說我們剛剛用到的 這個套件 這支官方套件 OK 有些套件就是要去網路上抓 這個第三方套件回來 那他這邊 我的理解 他這邊他做了一個取捨 就是所有 我們要用到的 package 都用他的全名 那我怎麼知道我們上一層這個model model這個 package的全名是什麼 那就是一開始 在go module這邊就有定義說 我們這個專案 的 module 是叫這個名字 然後一般的 慣用的語法 這個路徑就建議說放 我們這個 專案 在網路上公開的 不一定是公開啦 看他是open source還是不是 總之他是 一個 不容易跟人家起衝突的路徑 那一個常見的方法就是用 比如說我放github 就用github上專案 的路徑作為我的 model 的路徑 那這個model的路徑會對到 跟目錄 所以 models 的路徑就是 這一個 路徑加上斜線pkg 斜線models OK 所以 這一段路徑就是我的 整個專案的 model的路徑 後面在街上 在local這邊是斜線pkg 斜線models 所以即使我只是要用到我的上層的 package 我還是要描述出整個很整的 路徑來 那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將來如果 我決定把 這個 用到的package 不管是我的上一層還是說整個 整個pkg models底下這個都拿去 別的 專案 別的sauce tree 放的話 這樣說 如果真的拿到別的專案去放 前面的路徑應該要不一樣 所以我這解釋不好 就目前我看到的來說就是 呃 他 不會 他不允許我們用這種 這個package到底是不是在local的這種形式 去做 將來如果他放到別的專案那前面這一段還是得要 這個路徑 這個 這個先按下來 說為什麼他要做 勾列在這個地方為什麼做這個選擇 這樣 一定有他 很好的理由 之後我們再來看看 好然後再來他定義了一個 Structure 為什麼要定義這個Structure 因為 你可以想像如果沒有這個Structure的話 我要 Insert的時候 我是不是需要 那個 Database 剛剛在 main.go這邊 弄好這個db cgo.open 拿到這個db 那如果我不用這個方式我就得把這個db放成global global的物件 所以我們前面有講到那個dependency injection 我定義了這個結構之後 我定義了這個結構之後 裡面就放一個 這些database炒作需要的dependency 需要的就是 sql.db的資料 好 好 那 我們這邊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function receiver的方式來寫 就好像這個insert是 snipey model 這個 這個 class的一個 method 它可以 存取 這個class 實際上 寫出來的 instance 就這裡的m m.db就是這裡面這個 在main.go的時候我們就要做一個dependency injection的動作 這邊在哪裡呢 應該 是 這一個吧 byseql.snipey model snipey model就是我們定義的這個結構 然後把他要的dependency 就是db這個變數 傳進去給他 這個透過這樣子我們就不用把db這個變數弄成是global global變數能越少是越好 這個是一個 算是一個重要的大原則 好 到目前為止這個版本 是只有先做出空的方式 然後還沒有實際上 實作 Fadure path using the snippy model 他要把這個model 這個snipy model是為了要給 那個handler使用 所以呢 用之前要先setup好 他要放到application這個structure 就是更上層的這個 結構 在main.go裡面定義 application 他把這個model 放到這裡面來 因為handler是 註冊在application這個結構下 那handler要用到 snipey model的話 那我們就要把snipey model 也放到application這個資料結構下 然後幫他 他本身又有dependency 需要db所以在這個地方 把db 按插進去 給他 這又是另外一個 所以這裡有做了兩層 dependency injection 第一層 db塞給snipy model 然後第二層再把snipy model塞給application db塞給snipy model 再把snipy model塞給application 那 我們去看一下handler handler 都是application的 member function 所以你的app.snipy 就可以存取到 那個snipy model app.snipy 這個都是 就這樣使用 可以叫他去塞入insert的資料 或者是get 或者是update 或delete 好 這裡有動到什麼 那當然他叫我們用這個結構他就要推銷一下吧 這個結構有什麼好處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的handler 資料 資料的邏輯跟handler 之間是切得乾淨的 他們分屬於不同的package 然後 handler跟model 然後model跟實作 MySQL的sleeping 這兩個之間又是切開的 又是分屬 所以他的原則是 你只要希望 他們切開的話 兩個東西 不管是邏輯還是資料 你希望他們 不要綁太緊的話 那 在golland這邊就是 就把他放到不同的package 去 他這邊就有講說 Handler的任務是處理http相關的事情 說 辯證這個request是不是合法的啦 寫response出去啦 所以 他覺得這些 這個 責任跟 實際上的 資料模型要處理的事情是分開的 那他就 他們分成兩個洞的package 好 好 好 然後它這邊再說 我們的資料庫 我們的資料的實作 Data Model的實作 是包在Sleep Model這裡面 所以在測試的時候會比較好測試 怎麼說呢 如果我們這些code跟Handler是放在一起的話 那測試的時候要mark的東西就越來越多 你可能要模擬說有一個HTTP Request進來 然後才能夠跑很長一段code 才能夠跑到這個insert這邊 我們現在這樣拆之後 這個package裡面的這個檔案 責任就很清楚 就是只負責database的存在相關的操作 所以這個檔案要測起來會相對容易很多 我們只要markdb這個物件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模擬去呼叫它這個bunction 有沒有 OK 那它這邊當然就提到說 實際上的Data Model是用MySQL在始作的 這個是完全被分開來的 換句話說 你可以在run time的時候 決定你要用哪一份始作 你可以想像models底下如果有不同的db 有MySQL有Postgres甚至有radis 你在run time的時候就可以決定說 這一次始作是在這個man.go這邊 改一下snipey model 來 sequel.snipey model 那如果我們有始作另外一個 Fostgres的話 那你就可以想像它的這邊 這個就會改成是 我現在沒有始作當然就有問題 如果有的話就可以在這裡抽換 甚至可以run time抽換 OK 這裡就有講 如果我們的資料要改用radis來始作的話 我們就加一個package models radis 這樣子 好接下來來到4.5張 然後執行 那這邊的SQL comment 我們看書這邊 這邊的SQL comment 都算單純 我就不打算介紹 SQL comment 除非是遇到比較複雜的語法 或者這些你看過 SQL語法的基本 很多人應該都會知道 像這個就是印射零圖 就sign一個新的資料到這個table裡面 然後我們設定這些欄位 它的值 特別是1 2 3 4 這邊的值 那 那 Golan它的database定義的 介面大概 實際上在操作上都用著幾種 query query road associate 如果你知道你的query query會回傳多筆 多個roll 多行資料的話 那你就用query 如果你確定你這個SQL comment 進去以後 就只會有單一的資料出來 那就用query road 我看這裡有沒有例子 query road 這裡 因為get的時候我們帶一個ID而已 所以一個ID 因為它是primary key 所以它一定頂多只會query到一筆資料 那用query road 在 後續 就是 雖然這一個例子你也可以用query來做 query的 query的 讀取的部分比較麻煩 所以它加了一個query road 讀取的時候比較容易 我們可以直接點scan 就把那一筆資料給掃出來 當然如果有可能那筆資料不存在 那就會從r進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 先帶我們做了insert這個function 結果 就是它會先 這個就是 goLang上寫 dbquery的基本的做法 它會先把你要的command 或者叫statement 用一個自算的形式放在一個變數 然後再請bb去執行這個statement 執行這個statement 然後帶它需要的 參數進去 那這個statement裡面有幾個 看一下喔 一個兩個變數 它要吃兩個變數 那為什麼這裡需要帶第三個expires呢 這個我真的看不懂 create它就直接叫database去拿現在的timestep 來當作create reated這個欄位的值 那expires呢 它用date的底線 add 好 喔 所以我expires傳進去的是一個幾天 幾天 第三個參數在這裡帶進來 那它會幫我們把現在時間加上幾天 來當作它的過期的時間 給大家這樣看懂 好然後結果 就會 來這裡看一下 好結果裡面有一個 last insert insert的id 就是最後有一筆 insert insert進去的id 在這裡 它當然也要檢查一下有沒有錯誤 它通常 至少在golein這邊我看到 它執行完一個db的comment之後 它都會把 比如說insert insert的話它就會把sign 加進去的db的那個id 傳出來 當然跟錯誤 如果過程中遇到錯誤 你也要一併傳出來 然後 然後 這邊這個last insert id 這個 我之前用postgres的時候它並不支援 所以 postgres的時候它不能這樣說 postgres的做法是會在 Statement這邊會加一個這個 contin id 好 然後 直接 會用 queryroll的方式去執行這個statement 然後最後就可以點scan 把這個id 賞出來 在 MySQL它有支援這個 result的這邊 它的execute result裡面的這個last 是有值 MySQL可以這樣做 postgres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問不到它 這個是稍微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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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esult有兩個字 可以問一個是最後insert的字 第二個是我們這一次的statement 影響幾個幾行 OK 它這邊就有提醒 不是所有的driver都有支援lastinsert 跟rollability 像postgres就不支援了 所以它有提醒 我們要去看一下我們用的資料庫的文件 那有沒有支援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不在意它的result的話 其實就 result可以不用 不用回傳 不用管它 那在golem裡面不管它 這個變數 你result不要管 這邊是一定要加底線 因為我們要第二個變數 除非你連第二個變數 Aaron都不管 那你就 都不吃它的回傳機 就可以了 好 那 db有了insert的功能之後呢 就可以在handle裡面 去用 這個datamodel 怎麼用 它在這裡有一個講 你add snippet 這個handle 被叫到的時候 先 它先準備好一個罐頭的資料 然後 在這裡使用 app.snippets 裡面的insert 這個insert就是我們 是做的這個insert的function 然後它吃三個參數 itle content跟expires 這裡有expires 這裡有expires 就是七天後回expires OK 所以它關於資料簿的操作 它用一行就完成 當然要判斷一下有沒有錯 好 然後它用curl這個程式去模擬 去發送一個snippet create 這樣的request 好 那從結論可以看到說 從它回傳 社會回傳的值 可以看到說 303 ok的 就是新的資料 再放在這個路徑下 你可以用snippet 問號id.js 去儲取新證的這個資料 為什麼最後再補一個200 因為它幫我們redirect 它幫我們redirect 這個我看一下 ok 所以這一個response 是針對這個request 告訴我們說成功了 而且我會幫你redirect 到這邊來 就幫它redirect 到這個路徑下 然後這一個request 是適合自己發的 它的結果是在這裡 200ok 然後內容就是那個 第四個ID的 第四個ID的 這個我要看 它這裡沒列出來 好 那這個沒辦法 這個可以在這裡先不管它 然後呢它用 console的工具 買sequel進去看 就發現 欸對有第四個 第四筆資料 可以加進去 它就進去database 確認一下這個資料 有真的可以加進去 request order request order 問號 這個要說什麼呢 它講的是這個statement 只要不statement 裡面這個問號 這個 這裡要講做db.execute 實際上執行的 步驟是這樣 那先幫我們準備好一個statement 等一下準備要丟給database 去執行的一個命令 然後實際上在執行execute的時候 它再把 參數的值 帶進去db裡面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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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明白了 這邊我們用問號 這邊我們用問號 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那比較危險的做法是 把這個問號用一個 我們其實可以用golan的 db.execute 自己去準備 這筆的資料 ok 已經這樣 然後我知道這個地方要帶的是一個 Stream 我就用percentStream 兩個都是percentStream 然後呢 我把 title跟 p 這裡帶進來 那這一段code 他就 golan就會用這個 fmt formate 這個package 裡面的 sprintf 這個bountry 幫我們把 這個字串的內容 帶進來這裡 這個字串的內容 帶進來這裡 這個字串的內容 那這麼做有什麼危險 有的人 知道你是 db是這樣子 這個code是這樣做的話 他可以在title這邊用一些特殊的 特殊的內容 讓我們這個statement 這個 db的statement 的意思 跟我們有些小的不太一樣 舉個例子 他的title如果帶了 這個尺寸的話 那實際上做出來的statement 這個例子好像不太行 這個例子不太好 因為他實際上會拿這個取代 去放到title這個欄位去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如果title帶的是這個值 如果title帶的是這個值 他就 這樣子 做這件事 是這邊 如果title帶這個值 那實際上 資料不讀到這一段 他會去抓出現在的時間 那我的title 就會變成是現在時間 這就是 這是一個比較牽強的例子 但他說明了說 如果是用自己去取代 把要寫進去的值 直接 放到statement這邊 容易 因為這個值是從哪裡來 是client丟給我們的 除非我們要去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那如果我們在不檢查的情況下 就丟進來 db的話 db的statement的話 有可能會有一些漏洞可以裝 那像我們之前這個用問號的寫法 然後變數 再從這裡帶進來有什麼好處 就是像書中寫 那第一步先把這個statement準備好 第二步他會把補存進去的值 這些value 交給database寫進去 這個時候這個statement 因為已經準備好 這不會再被變更 這不會再被變動 title即使你進來的值是這樣 其實你帶這個值好了 其實你帶這個值好了 那必須要是一個 自傳才能夠傳進去 必須是帶的是這個值 那因為database那時候把這個自傳 當成是資料 就會把這個資料 原封不動的寫到title這個欄位裡面去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自傳 放在statement這邊 那database會去執行 他pass到這個 這個 這一段 他會以為你要他 執行一個 這個utc底線 timestand這個function 他會被執行下去 對 希望這樣的解釋 算清楚 總之用問號的形式把變數 要寫進去的資料 用問號 這叫做placeholder的方法 把它帶進去比較安全 可以避免掉一些攻擊 可以避免掉一些攻擊 那他這邊在講說 每個資料簿 他的placeholder的寫法 他一樣 MySQL是用問號 在postgres 他是會用 $加123 123 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可以從這個數字上看到說 我有幾個 我有幾個 placeholder 後面就記得要帶幾個 因為如果你少帶的話 其實 都會是沒有辦法把你整測出來 但如果是真的少派單應該會在寫的時候出問題 我們來試試看 用console 然後穿一個 製行這個 送一個VA給他 500 就是internal server error 來看 直接跳記憶體 位置站 server error server error 開代理 helper15行 server error replay snipping 可以懂嗎 這個錯誤應該會發生在 OK 按發地點 第一現場是在這裡 Handler63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把他在 暗發地點 印出來 我直接把這個錯誤訊息丟出來 到 Handler Handler 不叫你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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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到目前這裡沒有寫 錯誤訊息 我自己的習慣會在 按發地點 第一個錯誤的地方 這裡就寫 因為 甚至於可以直接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有機會 像你看現在這裡 這個LOG 其實不是很清楚 按發第一地點 把它刪掉 再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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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引發一次 這個錯誤 OK 這裡 他告訴我們 喔 他還沒有檔案名稱 我看一下 我怎麼把它鳴成 我看一下 通常的做法 是會在 Main.go set兩個LOG 一個是 Information.log 一個是 Aerror.log Aerror.log 會把 名稱秀出來 那我這邊為了剪斷 先在這裡 其中一個是 Date 加上 Date 再加上 FileName ShortFile 試看看這樣就可以 ShortFileName 往前 做出錯誤來 OK這裡有人,他說snip.go24行 snip.go24行 他告訴我們Date是這一個地方 那我們稍微往上推就知道是這一個地方出事情 OK,否則只憑這個訊息說 SQL expect some argument got to 不太容易知道是哪一個點 出問題 我知道 就是我寫資料的時候,我跟他說我要三個 我要寫入三個變數,可是實際上只給他兩個 知道是這個問題,可是我不知道是哪個點出這個問題 所以上面這種 這種方式,就是說 出事情的第一現場就把它LOG下來 那之後在debug的時候比較好 抓到兇手 在這裡 可以想像如果我們的 models 在SQL底下有100個檔案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不太好抓 像這樣,直接 案發第一現場就把它LOG 記錄下來,會比較好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OK OK,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細節可以講 為什麼這個地方down掉以後,程式沒有緩掉 我還可以繼續 SERVER還可以運作 SERVER還活著 因為 它是 HTTP這個package,會 幫我們把request用go-lane 的形式,用go-routine的形式跑起來 這個地方可以看 HTTP SERVER.GO HTTP SERVER.GO裡面只有一個go-routine SERV HANDLE 不叫HANDLE的 SERV HTTP 所以每一個request都是一個獨立的go-routine在跑 那這個go-routine crash掉沒關係 像剛剛這也是crash 但是沒關係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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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main.go 呼叫 呼叫這個listen and serve 這個routine還沒有crash 只要這個routine沒有crash 層次就可以繼續跑 這邊還可以發新的request進來 還是可以看資料 有問題 crash的是剛剛說要 也要create這個request crash掉 不能說crash 遇到error 遇到error 處理的情況就是 response HTTP 500 我跟client說 是internal server SERVER自己內部出問題 再把那個錯誤修正掉 Expire直接回給他 這樣就可以 然後設定要重開 我們繼續 single break SQL query 那 有了寫資料接下來就是要 讀資料 讀取單一資料的statement 長得像這樣子 一樣 SQL的語法就不講 那 id他一樣用placeholder的方式 傳進去給db 所以 get就帶id 說看你要抓第幾個 第幾筆資料 id是多少 那個資料 用queryrall db.queryrall 把statement跟placeholder需要的這個id 帶進去 然後呢我們要先準備好一筆 一個變數 去接資料 那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model 我們定義好的資料結構 去接這個資料 怎麼接其實就很 很單純就是把這個 資料結構對到的變數 直到的變數 這個pointer 裡面的每個欄位 抓出來然後把那個欄位的 指標傳下去給 scam這個方權 他就會幫我們分別把id存在這個欄位 id存在這裡 title存在這裡 content存在這裡 每個欄位就依序 這樣子 放進來 然後檢查看有沒有錯誤 因為有時候這個id可能 給錯id嘛就沒有資料 所以 SEQUEL本身會有定義error 這個錯誤 這個錯誤 然後記得嗎 作者希望把這個錯誤 從SEQUEL隔開來 他這個做法其實我覺得有一點 牽強 因為 資料庫這邊基本上一定都是SEQUEL點 error models 那這個 自己在定一個model 定一個error note record的意思是說 你有可能 不是用資料庫 你可能是比如說存在記憶體裡面 你用記憶體去模擬一個資料庫 那個情況下 照說就不應該有SEQUEL這個package 所以他自己定義的一個 model是 點error note record來代表 資料不存在的情況 可是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可以假設 我們這邊資料 後段資料一定是用 滴滴再出的 我自己有一些專案後來沿用這個方法 但是一直覺得這個多一層轉換有一點 有點討厭 有一點多 Checking type conversion 因為資料庫的資料行別 因為資料庫的資料行別 跟golan的資料庫 跟golan的資料行別 未必能夠一對一 所以他這邊列出來說 資料庫那邊如果你是用character variable character 或text的話 golan這邊都可以用string去接 boolean當然就用boolean接 這沒問題 整數 或者甚至於 big integer都可以用int int就用int去接 big integer用golan有一個int64 去接 dicimal實境為numeric 都用blood 5點數去接 那 time、date、timestamp 這種行別 都用 time time package裡面的time資料結構去接 他這邊有提到為什麼 剛 之前那個 初始化資料庫的時候 要加一個 看起來有點奇怪的這個參數 past time true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 開這個flag的話 那回傳會是一個array of bytes 顏格講就是一個string 那 有開這個flag他就會把我們轉成 看你這個行為 這個 那有了這個 get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handle的裡面 去做這個get 當然get回來了 檢查一下error說 資料是不是不存在 不存在就回not found 如果是別種錯誤都是回 那個server internal error 他就會驗證一下說這個 暫時可以抓到這個這筆文章 如果是要抓一個99的話 就這樣 沒有這筆文章我們就會回not found 然後 他這邊稍微特別提一下這個error is error is 這個再購1.13版以後才有 通常我們都很習慣用等等 等等 就通常都會這樣子 error is 是 那為什麼這邊要用error的意思呢 那為什麼這邊要用error的意思呢 那為什麼這邊要用 這個意思呢 就是要用 這個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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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用 我们惯用的语法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这样写当然没有错 但是 错误处理 之后会 再变得比较复杂 更复杂一点之后 有的时候会在原始的错误外面 上面再包一个 新的error 那这个时候用这个等等去比对 这把operator去比对就比对不出来 因为它就不等于 那error.is 他就会帮我们去拆解 error里面看还有没有error 去把它拆开看里面这个拆解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一个是这个error.no.ros 有的话他就他会 认为是 进来 wrap.error 为什么要包 为什么要把原始的error 在外面再包一层 因为要附加额外的 资讯上去 他会帮我们 拆开 unwrap.error 所以如果你是用goelan1.13之后都建议用error.ease 如果你是用goelan1.13之后都建议用error.ease unwrap 把它拆解出来 看看还有没有 这个是拆到最后一层 拆到最后一层这个就是move 就已经开了 好 给 更 的 这就是一个RecursiveCode OK 关键给它undrop 这里 undrop 等待参讯 就做定一件的玩意啊 所以要drop 的话要用这个interface 才能够drop 这个点小号是golan的type assertion 就是检查看error这个物件是不是可以转成里面这个形别 那这是什么形别?它l是一个interface 这个interface它只有一个function 叫做unrun 它这个function不持参数然后会传一个error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原有的error包一层新的error上去 那这个error必须要支援这个interface 也就是它包上去的那个物件要有unwrap这个方式 那unwrap我们实作unwrap的内容就是把原本被包起来的那个error 传出来 所以解开的时候就是全部叫那个方式 它就会传出 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层一层的包 一开始可能是这样 然后后来它把它包一个 一开始是一号error 再来有二号error 这个二号error 这个二号error 除了这个含有一号error 旧的error之外 它还要支援一个function 叫rrorror 这个function它不持参数没传的就是 它包起来的这个旧的error 那如果二号再被包一个三号 也是一样 那这个方式也要有一个rror 违传 所以我们拆解的过程就是去看一下 这个error三号 它能不能被type of search 转成是这个interface 也就是说去查一下它有没有unwrap这个方式 有就呼叫它 呼叫以后它不是会违传2吗 我刚刚看到那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 recursive的function 它会呼叫unwrap 所以error3 unwrap完 那个error 就会变成error2 ok error这个变数呢 因为在这里 error等 解开error 原本带进来是error3 呼叫完这一行会变error2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无球 它是一个破违圈 所以会再 呼叫到unwrap一次 这一次就是换成error1 然后 error1 再来到这里 再呼叫一次 error1 它就没有这个方式 所以 unwrap的时候 就会直接 得到nil 然后 它在上面这些call去检查 这个解构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 target 跟target同样 行别的吗 iserror is target 好 所以这大概是一个拆解过程 是 为什么要讲show hand 他这一版的实作是用 query row show hand single record query 哦 读资料的方式 是吗 也不是 哦 语 语 使用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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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until scan is cold 所以他把statement直接带到這裡面來 我可以這樣直接呼叫.scan 這個是比較長的版本,然後短一點的話有兩個地方可以縮減 一個是把statement帶到 不用宣告了,直接把這個尺寸帶到這裡來 第二個是後面直接接.scan 就可以了 那前面就換成l 就像這樣子 error Reroad完了直接接.scan statement就直接寫在這裡 我的版本 我的版本statement就寫在這裡 ok 這是 單一的 id,然後接下來他要 帶我們看 怎麼樣的query 一次query多筆資料 他這邊是把所有expire 還沒有過期的query出來 反對 expire小於 這個現在時間小於 過期日期前 那就是還沒過期 然後query出來之後用 reality 創造時間去排序 遞減 遞減的意思就是 時間越大了在前面 就是越新的 在越前面 越舊的在越後面 從新到舊這樣排序 Limit 10就是 維持最多只要10筆資料 那 關鍵應該是在這裡 原本用query row 現在因為回傳的結果有可能 多個row 所以就直接用query 然後呢 你就會取得一個row's這個變數 這個row's可以幹嘛 先 deferred關掉 這邊function結束要close掉 這個蠻重要的 這個row做的話 那個connection就不會被斷掉 那你這個 這個dbconnection就是 多呼叫幾次之後 那個connection poor就會滿 就遇到錯誤 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個 在 做我們自己的server的時候遇到的問題 然後 要準備好 array of snippet 去接 這個資料 row's.next 就是推進到下一個 下一個要讀的 資料 這邊就跟 上面那個單一 一筆資料是一樣的 是說 等一下 那先 單一筆資料就用這個 這個變數去把它 接出來 接出來之後呢 你要把它 把這個 單筆資料塞到 這個array 裡面去 常用的 夠常用的語法就是這樣 array 等 appair的 array 跟新的 item 這個語法 最後他會再檢查一下 row's.error 上述的過程中 還有沒有遇到 問題 我猜應該是在row's.next的時候有可能的問題 否則我們在讀的過程中 scan有個問題的話 都會從 arrow這裡 傳出來 有可能還沒有結束 但是我的next遇到問題 他就 補一個 brows.error 確認一下 是不是遇到error 而 離開這個bomb 確認 如果有也是要把這個問題傳出去 沒有的話就把 snippets這個ray 傳回去給互相的人 OK那他這裡提醒的就是 是我遇到那個問題 ritical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一定要close掉 我這個connection就會連著 然後在handle的這邊怎麼用呢 就很簡單 就叫這個bountry nattest 然後拿到一個 snippet 這個是array 這邊我們可以提醒一下 我的習慣 或者我看到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 官方套件 他會這樣寫 OK我這邊就用ss 在這邊s ss的意思就是說 原本是snippet 可是他這個回傳是一個array 只要是array的我都會用兩個 重複的字 英文單字去表示他 ss就是 很多個s的意思 是一個命名 語法上的習慣 顯然他這個地方就沒有用 這個 這個 做法 OK 然後他這邊用一個fold文去把每個query出來的 的snippet 的內容 秀出來 OK 最後 這應該是最後一張 看一下 第四章的最後一個章節 第四章的最後一個章節 4.8 帶來我們看transcession 呃 他這邊的fold應該是 等一下他有用transcession嗎 有 但這應該只是一個範例OK OK transcession算是蠻重要的概念 那 我先假設你已經知道他要做什麼 這邊就直接用goLang的例子來看怎麼用 怎麼用goLang去寫 DB的transcession 他這邊在提醒說 如果資料庫裡面某一個color 某一個欄位 他內容是沒有是空的沒有值的話 那我們在掃的時候因為我們吃這個資料我們都會用這個 一個 指標 給 帶進去去吃那個變數嘛 那如果他是noo的話我們這個 指標去指到一個noo的資料會出問題 這邊goLang 不會幫我們做這個轉換 然後他是說 cport.noo stream OK 因為我說過我們這個 這個影片我是想要給 稍微進階的人看 所以我會帶 帶進來這些 一些 比較detail的部分 OK 只要你這個欄位有可能是noo 那 這邊就不要寫stream 你就用sql.noo stream 那這樣子 資料庫是noo的時候 他就不會crash 你這個title這時候印出來 我猜應該會是 大寫的 noo的 sql.noo stream 不過呢 雖然說有這個東西這個形別可以用 但是作者應該要講 最好的形式 最好的做法是 不要讓BB裡面的 有機會變成noo 方法是什麼 在宣告的時候就有一個not noo 看有沒有寫 對啊 這邊每個欄位 都會帶一個not noo 也就是說我們當初要寫進去的時候資料庫 會幫我們做這個檢查 因為我們 有寫not noo 他會幫我們檢查 你如果是noo他不會允許你create 這一個 這一個rope 那從一開始就避免掉資料庫 裡面有可能有 為什麼 這樣的解法是比較好的 好那transaction的意思就是你可能要 做好幾個 做好幾個sql query sql 有好幾個sql statement要執行 然後這些必須要通通執行完 才 都成功了才會真的想要改變資料庫 的時候你就可以用transaction 那golem這邊transaction就直接 也算蠻直覺的 就點begin 然後結束的時候就有一個 點commit 點begin完你會拿到一個transaction的 變數 你就可以拿他來 之前我們不是用db.sql db.query什麼 那這邊就是 拿到這個transaction 就必須要拿 transaction 做這些動作 execute 最後 確定都沒有 如果有error 的話 你就不叫這個rollback OK 然後 總好把error傳出去 如果 一路都順暢到這 最後我們就做一個 commit 當然commit也有可能出錯 所以要 傳出去 那這樣子的 這一段code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execute 都要成功 最後才會真的commit 去改變 資料簿的內容 這邊只要有任何錯誤 那剛剛 比如說這個成功 這個失敗 這個 就會被rollback 掉 在這裡會被rollback 掉 所以只要裡面有任何的錯誤 那資料簿就不會真的被動到 就是transaction 在golem這邊的寫法 大概要記得就是這個 一定 跟rollback 然後還有最後的卡密 manage in connection 他說 在golem這邊db的connection 都只有兩種狀態 一個是idol 一個是在使用中 那理論上 Connection Pro 是沒有上限的 理論上 實際上 因為系統資源有限 所以一定會有上限 他這邊可以用 set max open connection set max idle connection 去限制這兩個上限 set max open connection 就是idol加inuse的上限 max idle 是 ok 所以他這樣設定的意思 就是說idol 最多只能有五個idol 因為那個connection用完 斷 close 他就會變成idol 那個connection 就會變成idol 所以他設了這個的話 就會讓idol的connect 最多就 所以最多的情況就是 兩個加起來是100 所以最多就是 5個idol加上95個 使用中的 這樣是100 當然也可以是100個使用中 然後0個idol 他說有一個陷阱 就是通常你的資料 自己本身會有上限 Connection會有上限 c或default的上限 就150 所以他本身就有一個上限 OK 所以就算你用set max open connection 是1000 他沒有用 那default 資料庫本身就有一個上限在 這個要改當然就要從資料庫那邊去改 這裡就沒有下限 OK,它上面有提到說 我們現在存取資料庫的方式都是Statement加上實際上Query的時候帶那個參數進去 那它有跟我們說,在裡面它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先Plus,帶進去的Statement 第二個步驟是執行這個Statement,而且把變數帶進去 那因為像我們這邊,Statement每一次呼叫其實都是固定的 所以它提供一個方法叫Prepare 然後把你這個固定的Statement帶進去 那 toucher is a變數 配合出來是,回傳一個Statement的變數 我們可以把這個compile 或者用db準備好的Statement 儲存在 自己這邊 那 那 OK OK StatEinsertStatement 這個是在model new的時候,就只呼叫一次 就把這個Statement放在這個變數 之後我們要insert的時候呢 那就不用再 去 就直接用這個 準備好的Statement 直接呼叫它的執行 然後把它要的變數 参數帶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 new model的方式也會改成用這個方式 這樣 OK,這個有經驗的工程師應該看得懂 那就是避免掉db每次都要重新去parse 避免掉db每次都要去parse我們這個statement 這個overhead 一開始就parse一次,然後就把這個statement存在model裡面 這裡 應該是這個型點 公寫 stmp 然後在什麼時候compile就是提供一個 因為這件事情叫new這個structure來準備 有點 不好 因為它等於是我們的實作細節 所以你就提供一個範圍 在這邊去做這個動作 retail 等等 一開始 要把dd帶進來 這樣才能夠用這個dd的變數 那個statement 然後把 然後就幫它命這個 db帽號db s db spate 帽號 就是這樣 像這樣子 這段應該沒有問題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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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